以下节目含粗言谓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哇, 什么东西 这样也可以 嗯 吃不吃得的 纳冷纱 欢迎收看, 黑之地美食家第二季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吊总理, 西瓜头 这一集, 这个不是一集, 是这一节 其实, 黑之地美食家, 床板夹春代, 手足 因为, 我有个手足叫老虎头 他有看过我节目的话, 都知道了, 他脱了老虎头面就出来做节目 为什么我会说关于他呢, 话说是这样的 我在C身温的时候, 小弟叫做, 薄有二厘, 别说丁点 丁点, 我都觉得自己自满 就是, 薄有二厘名气的时候, 就全靠, 就是我走了去狗忌牛腩 其实, 说真的, 如果时光岛留给我再拍一次狗忌的话 我会凶狠一点 我其实觉得那时候的火气是不够准的, OK? 那, 我, 我, C身温, 去完狗忌牛腩 就好了, 那, C身二, 有些人就说, 喂, 阿总理 今次又哪一家牛腩当出事啊? 他们说, 哎, 老老老实实 打大哥的东西, 我就挂了 但是, 我今次想介绍一档呢 是, 吃得过的牛腩 用日本人的叫做, 圆姓 圆美胜利, 即是, 切仔击溃去的 一档牛腩 这一档牛腩呢? 潮牛庄, OK? 如果你认为可以在广告的话呢 你错了 我都是有滑碗, 有电话店 老虎头就跟我说, 这档东西可以试一下 那我就跟着老虎头的指示 就上来, 擦一擦去的场 喂, 没事的 这里是哪个呢? 就是尖沙咀金马铃道 金马铃港场 为何我要在这个门楼派呢? 首先一件事 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其实我当然来过 我一来的时候 我就按钩钩钩就走楼梯 笨擦上楼梯 所以我走到上去 我就叨沙咀老虎头 哇, 叨沙咀, 你跟我说 这么胖的人走楼梯 接着呢 不是, 原来有电话 走过旁边就有电话 好吗? 这儿呢 我想说 就是 固然 这里也是 你想想不到 商业大厦里面是牛腩 它是青汤腩 奔沙腩 我试过的了 甚至是邱俊 也试过了 有很多床把夹春袋 所有手足 鳄鱼 甚至我们的床把夹春袋 我的头号粉丝VIP 0001的死生死粉健 也经常过来帮衬 评价是挺好 我看到 咦? 水准比较稳定了 开始 各个回来的feedback 起码没有大吵 那我就 好了 那我就 过来回一回去 老实的 我不会因为手足 介绍 而有所姑息 总之 他说的 如果出点东西 一会儿不好的话 就大大吹下去 不要说太多 现在先上去 单再说 坐下了 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今天是星期和下午 这边就静静的 可以吃一顿饭 我手头上 一坐下 我就叫了 就是这样叫 一个 静的爽腩 一个静的虾腩 既然是爽腩 这个是虾腩 爽腩 其实是一个牛腩的位置 吃下去的质地 骨头是比较重的 我看下来 有些高的 而且一梳梳 它的质地 是很容易入口 不难照的 而虾腩 就是 那个腩的位置 那个腩的位置 有点高 肉皮是比较浓的 吃之前 我说 我们这些很实际 看一看 今天就因为 我们这些 骨头进来 没有预订 就没有奔沙 爽腩 省腩 118元 剩的 如果 你出去吃牛腩 就知道了 随便 一当 什么圆记 什么古灵精鬼 什么秘密 那些 一万都说过百 一个麻烦你去狗忌 他说不认识 卖给你 卖给你 我老虎头不是试过 早前 他有几个朋友 一起去 不要说众服 就是光顾 几碗 千多人 那几碗 究竟是多少碗 大家心照 不要说太多 大家先试一下 这个 这些牛腩 很简单 除了这些线 疏疏 线的膏 其实非常帅 一会儿 我们先试一下 你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 这样看上去 看上去 似的 似的 一进去那一下 自己解体 它浸得很新 厨房的师傅 明明它浸得很新 牛腩浸得夠深, 變成一咬下去就變化了 沒有黏著 你以為我說什麼呢? 我選最瘦的 其實牛腩的邊位很棒 因為一吃下去 焦頭啊, 牛味啊 很出色 你什麼時候呢? 你完全不用說辛苦 立刻找拿籤, 在哪裡來啊 又要尿, 不用 因為實在是, 自己化 很甜 還有呢, 湯很漂亮 要不然呢? 現在浸了湯 我先做一口湯 很重牛骨 真的沒有意思 如果現在阿俊死山看到 看完阿守你看到 勇哥看到, 一定是 咬了, 我不咬 很甜 這裡的湯呢 老虎頭介紹我的 這裡的湯呢 是可以喝的 喝的意思不是好喝 是可以直喝下去 因為沒有味精 我有些朋友 他有味精的敏感症 曾經來這裡吃完東西之後 都發覺沒事 鱷魚就更加不用說了 所以一喝下去 看起來是很甜 好啊 自己買夠了 老虎不要吃了 我吃過了 吃了, 現在好多忙了 說完爽爛 我先說了蝦腩 因為兩碗都一樣 這個蝦腩 你看到呢 你看到一塊塊塊 都是連蝦位 有些筋 有些肉 那就很棒了 浸一點點湯 真的吃的話 浸一點點湯 因為湯很好 浸一點點湯 因為湯很好 浸一點點湯 一邊吃下去 味道都出來了 很蝦腩 是不是很糟 真好吃 好 真的 那匹配 那匹配 這兩碗 這一碗一 這個就適合我 吃下去的味道很濃 那種膠質 如果浸得不夠透 就是這樣說 如果浸得不夠透 這些就變成擦紙膠 很硬的 你看看它本身切開了 它都叫起了 整塊膠邊的薑位邊 全部叫起了 你看看它 全部都是挺身的 如果它炆得不夠透 這些不用說話 一定是死爽爽 你好像牛肉的味道 反初再反初才可以吞 現在放下去 全部是軟到 我們現在吃開粉麵 粉麵金哥 不用說一定辣到辣椒油 我告訴你 全部都應該會用得到 唯獨這裡 真的不需要用 湯有沒有味道 又那麼甜 牛腩又那麼漂亮 肉味那麼重 又不黏 又不帶渣 你再點辣椒油 我不知道辣椒油 是否國寶級 我不管 只是這兩碗 拌得那麼有心機 泡得那麼漂亮 你點辣椒油 搶了那股甜味 就完全浪費了 很硬 我剛才吃之前 我先看一看 我坐下 我就來這裡 老虎頭叫我來吃什麼 我就來吃什麼 有什麼事 老虎頭就麻煩了 因為我開了他的命 開了他的肚子 我看一看 一百不是貴 但是 這個質素 這個環境 這個情況 不用說話 做了蘿蔔 剛才我問了 這個哥哥 他說 你點青湯蘿蔔 多少錢 很便宜 28元 但他說 你可以不用點 我點了兩碗靜腩 佔底也有蘿蔔 跟青湯蘿蔔 都一樣 沒錯 這樣試就行了 你看看 蘿蔔 首先 我們看蘿蔔 看一看 它有沒有 透不透 你看到 這是白蘿蔔 但白蘿蔔為何帶黃 而且 你感覺到 它好像吸收了水 就讓它浸夠透 有些 被滾刀切法 這樣割切 日本叫割切 我們叫滾刀切 如果浸得不夠透 這些芯味 還是會帶一點白 但現在這些全都透了 我選擇一個這麼厚 好像月餅 就不用說話了 先做一口 你看 我問我 如果我就這樣拍這張照 或者就這樣拍這張圖 你以為我在吃冬瓜蓉 我記得 我之前帶 餃貓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它很縮骨 不是給錢 因為它吃東西是不支架的 如果你看香港 吃東西是不支架的人 總的這些錢都是假銀子 所以它對蘿蔔說 不支可福 一吃就搶光 不用說話 那麼 這裡的蘿蔔 我每次都吃一塊 吃多一塊 一樣是這麼透 那種 我們叫做 蘿蔔很重要的 不可以苦 不可以結 不可以起渣 尤其是夏天 蘿蔔是冬天貨 如果我們夏天吃的話 浸得不夠透 就會苦夾夾 如果選得不夠美 如果不是選手貨 的話 就會起渣 我很記得 波師傅第一次在這裡吃 我們吃蘿蔔的時候 他說 嗯 這個蘿蔔選手貨 我跟他評價 當時一致都認為 是OK的 為什麼這樣說 不知我記得 好像28元是這個碗 這個碗 裝滿一碗蘿蔔給你 原來的湯 你當是麗湯 這樣喝 我告訴你 你一定是物有所值 就是 我不用CP值 我不用性價比 是物超所值 這樣去比較 所以 我先介紹這兩碗 我等待大家 還有些東西要說 老虎頭說 他很有信心 叫我要試那些 那就好 但我介紹這兩碗好東西 就讓阿翹 阿翹在這裡 我正在等 那好吧 現在等 大家先放慢 我等下再聊 等下再聊 為什麼吃蝦又說要開機呢 因為我找到一件東西 即是 廚房師傅 就 不知道是不是 膽生毛 OK 但竟然砍這件東西出來 就是 我這樣的對方 給大家看 如果不認識寶 我當是女族友 其實很多女族友 是不怕肥膏的 我認識很多的女生 越漂亮越瘦 看下去越撩 好像電燈柱那樣瘦 她好像跟肥膏有瘦 跟皮有瘦 對 這樣砍下去 好像覺得自己不會爆血管 好了 不要理會 這件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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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就是牛薑 牛薑的薑 薑 薑 不是刀 薑 很重 骨膠原 如果 廚房 浸得不夠透 吃下去 就變了 刷子膠 會洩牙 這件東西 我看下去 就是 我認為是好東西 因為我當年做麵當 我看到這些 我不會給客人 我會浸多一會 一會兒 到我吃飯的時候 就拔出來 在棺材底拿出來 然後 放在飯底 就去開飯 所以我的飯是好東西 這件東西 我現在就 賞賜給阿喬 叫阿喬 親自去試吃 OK 你們 好 看看即場效果 一剔過 不咳機 你自己說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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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吞 先 我可以先 趕著 先 等你吞 先說 吞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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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夠 完全咬到 完全咬到 但它仍然有些 咀嚼頭 有些咀嚼頭 因為牛薑 它不是完全咀嚼 它是一塊膜 那塊膜 始終是有它的質感 等於我們 我們上一集 即是在拍攝 即是昨天外出家的 永遠士多 那塊毛巾的牛肚 它也有它的質感 即是軟到這樣 也有質感 OK 你繼續 夠軟 不會虧 不會虧 容易照 容易照 如何 味道如何 還有它應該是軟的膏 對 沒錯 很香的膏 很香 你拍不拍爆血管 那又不拍 那又不拍 OK 即是我們這個 亡命測試 我拍片從來都是 有螺絲有脫漏 不剪不剪 鑊東西一剪過 去到關鍵位 我就拍攝機再來 即是嘗試 這一照片 是保證出街 所以我們繼續吃東西 待會再說 那剛才 我們狂風掃落 兩個人 很煙軟地 放了兩碗清湯 那 即是 我叫阿翔認得去 連湯都喝完那個 就是我 因為阿翔是驗食症 剛剛有康復者 就喝淨兩口湯 他說 因為他知道還有東西吃 所以他要留下少數的肚 那好吧 其實呢 我就不需要叫飯吃 因為呢 我們有很多東西 很愛 但是呢 老虎頭 他跟我說的話 要嘗嘗咖喱 那我叫咖喱 我沒有來靜咖喱 所以要加一點點飯 送一下口 咖喱油冷飯 都可以報價先 58元 剛剛呢 最近呢 今天拍攝的時候 就是6月的9日 沒錯 沒錯 那麼早一兩天呢 Facebook 在那裏傳一個 有個Status 就是 大家樂10元來呢 的咖喱油冷飯 改了5次元 就加了5次 從28元就加到50元 我這個是58元 OK 就是這樣簡單 就是還有東西喝的 OK 其實呢 現在說的是買一個大家樂的價錢 在那裏做 你做 而這間店是專賣牛肉的 OK 大家就嘗嘗了 還有為什麼我要試咖喱呢 有一件事就是 我在私生溫 我拍狗技的時候 我 除了我吃那種叫肥腩 腰衣 但問題是他給了我一碗湯渣 他不理我 那碗衣麵 不要說 接著就叫了咖喱牛腩衣 咖喱牛腩衣 結果是用湯渣 現在看 就這樣簡單 我們最喜歡說的 咖喱牛腩衣 咖喱牛腩衣 就是硬碟的東西 全部呢 肥瘦均勻的 OK 一塊一塊 起碼 看上去呢 有四五塊大腩 在那裏 墊低一些蘿蔔 不是蘿蔔 不是蘿蔔 薯仔 沒錯 我們先來試試 拿一口飯 吃咖喱又要一口飯 又要一口飯 然後就舀少少汁 舀少少汁 先試鮮鮮汁 因為鮮汁不行 你的牛腩 就是另一種東西 你看到鮮汁 首先是挺身的 不是很水 又不是很潔 好像那種茶餐廳 用來淋快餐 鮮汁有幾款 如果我用茶餐廳 其實是侮辱了一點 因為這個角色 形式都不同 淋上去的那些 是要稠身一點的 什麼什麼 咖喱豬泡飯 咖喱雞泡飯 那些是蜆 有些是很滑水的 很滑水 整個汁很滑水 牛柳汁可以掛在那裡 醬汁 嘗 首先呢 這個是 屬於香料型的咖喱 有些咖喱很重椰汁 很重椰汁、椰漿、椰奶 這個不是 這個是香料型的 但是這樣說 它不是很辣很辣那種 因為 始終你做飯事 你不可以說 就預算那種 喂 我是很辣的人 我是一個辣妹也好 辣仔也好 我是無辣不歡的 喂 我吃得到 因為整場吃不到就死了 所以 他們 有一個中間落物 吃下去是有種辣味 空口喝 拌飯 如果拌飯過關 就用空口喝 鮭鮭味 很重 不過鹹 不打喉 但是有辣味 是有辣味 可以出現 香的 很美味 牛腩 牛腩 舊的 都這麼 這樣的話 我當然要選一個肥 對不對 不用說話了 你看看 牛腩 多漂亮 對不對 一壓起來 看起來 就是 那種好像 寶寶仔的 豬腩肉 手臂 就是 彈一下 彈一下 很爽 剛才 你有沒有看到我最後的一刻 是絕進去 牛腩 本身已經很夠嫩 我跟剛才的青湯 說過很新 已經沒有說不夠火候 所以 你一撥下去 根本就是用嘴唇 已經不能撥下去 牛腩 已經可以撥下去 不算是 不算是 不要說 牛腩 不要說這些 再說就 完全浪費了 我這樣說 如果 58元 這是金馬輪道 下面金馬輪道 尖沙咀區 走過一點 尖東有間大家樂 走過那邊有間大快活 在大家樂 中央夾著 有潮流倉 他們都是賣50多元 價錢的牛腩飯 是不是碎腩 就看你的運氣 是否那些 即是 我們的 下欄的食物 沒錯 做廚師 是否去到尾尾的收肯 收肯 意思是 差不多收肯 去到那些 爽爽的食物 就看運氣 但起碼我吃下去 這個 我完全靠得住 還有一個薯仔 不要說 不要拿一個薯仔 大哥 人家這麼有心的 薯仔 怎麼看呢 薯仔 一按下去 全部是粉 不是說變成融 不是說浸到融 所以有些人喜歡吃咖喱 薯仔 用來塗些芥仔汁 這樣吃 飯不需要很多 我以前做廚房的 有些人 這麼屁股 叫我咖喱油冷飯 只有少少飯 可以給我多兩塊薯仔 那些人是喜歡這樣吃的 那些人 如果當薯仔浸到 融掉 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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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稀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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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是不会滚掉你的手足 它吃完 拍张眼睛 P&M 总之我到了 走完那种 它们每次来都是咖喱牛腩饭 还有一些海外手足 我们自己 譬如庄马夹春导 我们一种主持 勇哥、首领 都不用说了 首领这个饭 你吃得到 一定可以 而且够香 而且我觉得很够香 让阿桥先吃点东西 我们之后再介绍 还有一些你想也想不到的 才去买这一节 有一样东西 浪费 就是这个 我不足过一次的辣椒 到现在我都没用 那我就一直 我当然不会搅拌它 因为有些东西 不需要搅拌 这里除了牛腩 刚才说的 清汤牛腩饭 加点牛腩饭 五万八元 你想爱漂亮一点 就交了二十元 给你做个虾腩饭 正食的 给一百元 那些 那些是非常商业的 你吃开牛腩 就知道 但当你觉得 牛腩饭吃得很乖 但我上来吃饭 这些手工 云吞水饺 全部包裹 用料非常漂亮 我们用烏冬 老虎头强推介 每次我上来 吃烏冬 都必须做烏冬 水饺 不用说的 我还有些介绍 例如 这里 下午都有吃烏冬 其实都有 有些很划算的 午餐 就是 白充点蚊 给你一个套餐 如果不够 再加一些二三十元 让你来炖吃 其实都很划算 这个很划算的 有些人会上来 叫做打烏冬 而且这里有打烏冬 也好 打烏冬 最怕的人会很吵架 很骚脏 很骚脏 洗筷子 一人一窝 不用烦 就算跟古灵精卦 很奇怪的人吃 都可以坐鹅河街 还有晚上 有时我们会在这里 跑马 或者世界杯 有时有魔体 英超 我们都会 约别朋友一起上来 拿一间房 不过 记住 如果你打烏冬 打烏冬 你记得早点打电话 早点打电话 你去订桌 或者找老虎头 找我 帮忙手 因为 不是开玩笑 不是看不起你 某大牌歌手 都曾经被人拒绝于门内 要等过两晚才来 所以 就一定要 房子有限 这一道 我觉得老虎头介绍给我 我觉得是 刚才我已经吃了一半 想好了 今天一集的Tag 这一节的Tag 是当之无愧的 是完胜的 我不介意 有人看完 想去踩一场 跳下机 人家有心做 和你没有心做 大家心中有数 我是客观评论 你们可以主观论述 所以欢迎上来试试 多多支持 MHK的YouTube Channel 不要忘记广告 不要忘记广告 我觉得 我介绍得好的 打赏香油钱 给阿鹅鱼 还有可以的话 订阅我们的重温计划 下一集见 拜拜 欢迎各位来到一级赛马方程式的广告时间 星期日沙田马场将会上演十场赛事 三场泥地 七场草地 泥地赛好像也非常非常非常混乱 是的 其实应该不会只说泥地 十场赛事来说也很混乱 好像没有什么重心 要不然就像第八场那样 你选择完小鸟奥场和巡航导弹之外 之后又怎样呢 你召召你了 那些 又有侧身马 侧身马又不太行 然后再看一些舊马 又好像最近不是跑得那么好 哦 似乎这个回归日都充满娱乐性 那你们再想想看第十场 十场也是这样的 第十场很平均 你见自在人生可能好一点点 凸了一点出来 但是路程有根据加州在鱼 志外 财宝家区 闪耀钻王怪兽家长龙船 美妙星 胜利专家 哇 我数了几个马 都已经一半了 过了一半 似乎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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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乱 但是通常如果这样的赛事形势的话 很多时候就算你热门出来也好 都有一些半冷却出来了 其实你觉不觉到近期呢 那些冷却是比较难捉的 真考得 长有之星 刚刚星期三又弄了百多元的位置 那些是坦白说一见我就画了 应该是第一只会去想 究竟觉得它的水准 或者它的走势还没有那么十足 但是就出来了 比如你说刚才我说美墙 数了八九只有路程根据 突然间爆了一只广材出来 然后位置还不是百多元 你看到广材都应该 四五十倍 有啊 应该都是冷却 再数下去的话 其实你刚才说港财 我常常都放不下红海威 究竟这些马何时会突然之下又回来呢 我觉得它跑坏了 跑坏了的意思是去了谷草之后 我觉得是失败了之后跑不回 其实类似的情况 开怀大笑都是这样的 它之前跑了一场谷草一样 之后的表现也是我觉得是跌了一点 但是它下个星期三又报名跑谷草 其实我不太明白它的部署 不过我们先说明天赛事 莫雷拉和潘顿现在领先四场的潘顿 明天又有没有一些独装里面的马是压倒性的 如果说潘顿压倒性的话 好像好下本色 自助人生 我觉得好下本色好像好 是这两个 两个 你落斑嘛 你落斑的话对那帮对手应该对阿隆 莫雷拉就只有一个秒算达赢 盖世之宝可能已经是第二个有机会赢的 似乎明天会不会开吓其他呢 会不会呢 可能也会的 所以大家留意的时候 会不会是其他华杖 或者是二三线的骑士 可能是国能 甚至近期伟达也好像成绩挺好的 可能你见到他那天赢了一只神舟 就说舔了嘴 他赢了一只下面那两只相袍 不知道他去哪里就是 他就乱了东西 相袍覆满了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其他骑士的座期 特别是 我想来到最后这五个赛日 这两位仁兄都会偏热满 好了 马胆你喜欢哪一只 如果说明天的话 我自己就会比较喜欢 刚才也说过的第八场 一号巡航导弹 因为其实你看看这只马 初出三班千二米所做的时间 还要摆在前面 他不是那些 要自己摆在前走 放掉或者他能控制到的 我觉得这只马的走资不差 而所做的时间 一出来已经可以挨到三班千二米标准时间 我觉得不错 再加上其实刚才也说这场的赛事 真的好像没什么 好像是他的独大 还有没有什么快马 会不会让他自己排二档 好像上一场那样 放在前面 我想这只三甲应该都可以 所以选了他做马胆 我自己就有莫雷拉 妙孙大人 你看他 女王杯那场赢 就赢得很轻松的 但是你再看当天 女王杯的跑道 基本上就没得追 所以你看 标志太云追上来 追来追去 都是输两个马位 其实他是赚了 有利的场地 再出那场你看到潘顿 立心不良 一路 前面如何呢 进直路 前面真幸好 接着拍着有只狮子冲 妙孙大人在后面 满地可就一路 不让他 不让他看空 差不多隔了一百米 到最后二百五十米左右 一支都看空了 最后跑到第二回来 你看回那条直镜片 潘顿的马 在那里 在搜射电算机 过不过得到呢 哇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 他真的拼人 拼到这只马都没了 对啊 然后莫雷拉追不到 我完全感觉到 隔着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风镜里面 他有个暗爽的表情 当然是拍不到 但是今次的档位 所有东西都配合 我觉得这只妙孙大人 就算你说那场很多 就是辉煌星 精选风暴 那些路程很好的马 我相信妙孙大人 是有机会 帮罗富泉登陆 他现在五十九场头马 看看会不会 就是明天 拿够六十场了 嗯 我们再提一提大家 记得参加我们一级马王争霸战 那七月继续举行的 很简单 五个赛日 只要成为冠军 就可以拿到一千元的现金奖 至于亚军可以拿到 我们MIHK 200元的计划 希望各位多多参加 其实应该这么说 如果七月的话 看来越整个快披症 是啊 但是我们六月真的立到 千万步处 立到爆炸 所以大家记得 入钱成为 我们的会员就立即可以玩得到 今次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好了 又来到香港马照跑的时间 待会跑一场是摩852赞助的九龙皇帝杯 是1800万的赛事 立即看看我这场深水的马仔 我自己就看好四号的帝女花 这是长胜将军 跑到赢了 另外六号的马坛新星小鹤鸡 都不用忽视 分分钟快过猪肉佬那只那么老的马 所有马仔进门了 准备就绪了 一开门的时候 放头去猪肉佬 接着有那只黄脚鸡 之后是帝女花 龙虎武士小鹤鸡 石油气仔 每一只马都马不平体 不容有失感 转入爆炸弯 黄脚鸡扣了 想由外当 由内闪入去 但被龙虎武士失主的位 真是老马有火 石油气仔因为赴绑过重 又搞到大堕后 进入最后的直路 还有几百米路程 猪肉佬开始发远题 黄脚鸡扣上回来 外当的还有石油气仔 小鹤鸡起势地追 龙虎武士首先冲过重点 帝女花和石油气仔两只马叮当马头 看来要看慢镜才知道 看到了 龙虎武士后竟有力冲过重点 石油气仔拿第二 帝女花需要马匹只有第三 玩策略 斗速度靠走位 香港马照跑卓上棋盘游戏 178元 一次过体验 立即上store.mihk.tv 选购吧 不想错过我们精彩的节目 快点上来这个网址 付费之后可以重温我们精彩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赞好我们的Facebook专页 你们的支持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想要支持我们 mihk.tv 持续发展的话 欢迎大家捐款来到 我们mihk.tv 持续发展基金 我们会制作更多更多精彩和高质的节目 给大家 再见啦 再见 再见 再见